金菩提禅师 金菩提禅师于1991年开始 不到28年时间 在十几个国家建立30多个禅堂 禅师追求的愿望和目的 与要师佛的十二大愿相似 希望能在现实之中 得到身心灵解脱与快乐 并将这份身心光明 传达给更多人 你这一生总会遇到一些 瓶颈和关口 让你很难度过 适当的禅修之后 你也许能够产生智慧 让你在面对过去的那些烦恼的时候 觉得还是很容易度过去的 现代人生活步调快 难免容易累积情绪与压力 若能是十几禅修 调解内心的压力 将有助于身心灵的发展与平衡 菩提禅修为庆祝要师佛圣诞 特别以健康快乐为主轴 举办一系列禅修体验活动 吸引数千人参加 安修除了带给我的身体的基本健康 还带给我的精神的提升 也叫精神的健康 让我对很多的事情 有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所以让我在帮人的过程之中 我把我的一些观点 看法 我告诉这些朋友的时候 通常还对很多人 是有一些帮助性 禅师相信思维的不同场 会影响身体健康 禅师的开示 使人改变负面思维 以正能量面对生活压力 场内的人们也上台分享 在修行过程中 所获得的种种好处与转变 同时也在网络上进行直播 与各国的网友同步互动 师父最后有那个 送那个欧玛尼杯美后 然后还有大加持 我觉得让我感觉上身心 非常快乐自在健康的 在经典里头 佛陀叫好我们 怎样走向解脱 怎样让我们从一个 太自我的人 变成一个宽宏 大度的 大师大悲 大智大慧的人 所以我们从点灯开始 会场的供品 象征人们诚心地祈祷 期望在要是否的看顾 与祝福下 能够心想事成 禅师并在现场 将加持物开光 与民众结缘 本次活动也特地开辟了功能区 让民众体验 并了解禅修相关活动的内涵 使修行融合于生活当中 与民众结缘 药师佛 他的愿望 超越了很多 佛教的 超高级的愿望和目的 他都是以人的生命 生活的基本需要为目的的 那种纯真可爱 没有那么多贪欲的 杂念的 那是最可爱的状态 对 我们修呢 就修到那样的一种状态 我们才是真正的健康的 菩提禅修的快速发展 体现世界对身心灵 健康需求的趋势 简单易学的特点 也是和忙碌的现代人 一起体验 民众也可于活动中 轻松自在地体验 大礼拜带来的益处 一个是浅层的身体的筋骨舒展 自然你这些酸痛没有 再讲到生一层 其实他是在佛的面前 做一个很深入的思想的交流 我们跟佛之间 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 在这个当中 你得到佛菩萨的护佑 八卦内功 是金菩提禅师多年的修行感悟 绕树走一走活到九十九 透过简单的手势与步伐 从中培养专注力和意志力 与自然界融为一体 领会阴阳和谐的运作 并促进身心灵的平衡 我们自己受益了 更多人可以受益 当然自己家庭各方面 都会变得更合理 这就是我们走八卦 来产修的最大的受益跟好处 我走这八卦这样说 我如果变回来 跟我们太太说 如果在收工 贾师傅 去参加那个检业班的时候 回来好像很有智慧 比如说要往一些后面的想 很奇怪哦 自然往正面一直想一直想 好开心 透过禅修的辅助 许多想不到的问题 都得到舒缓甚至根除 让人可以沉浸思虑 更有助于去无存经 保持正向能量 积极面对人生 就是因为无明烦恼太多吧 所以就是 常常会悟过太多 会起无明 可是预佛以后 借着这个预佛就是 可以清净我们自己 把我们整个全身的 那个构会可以洗地 禅修这一部分 我知道什么是修 修其实它也不是 不是宗教性的 它其实就是在生活的 点点滴滴里面 就像我们金盆洗手一样啊 金盆洗手它讲的是 改掉一个不好的习惯 不好的毛病 而且是最难改的 也许我们今生也不一定 成为那样的一代宗师 但是我们可以让自己 更加清净智慧 来面对这个 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的人生 以健康快乐为主轴的 药师佛圣诞活动 除了融入传统的 点灯祈福等仪式 也设计了许多亲子互动的 闯关游戏 不但让修行自然地 融入生活当中 更拉近了人与人之间 新的距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